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估一下1万的词汇量 你差不多能考出一个比较满意的成绩了 那GRE要求的词汇量呢 在托福雅思的基础上至少再备5000的单词 也就是说在15000家的这个词汇量是要有的 我们在温哥华的留学生啊 你可能已经经历过了这个托福雅思 你又在温哥华学习生活 平常啊 你可能觉得你的英语已经很流利了 你可以很无障碍的和当地人去进行一个沟通 甚至和你的教授谈笑风生 结果拿到GRE提议一看 你说 哎 这个句子我看懂了 逻辑词我也找得到 就是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啊 这种情况呢 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GRE那么多单词 尤其是很多重点难点的词汇怎么背 我们有一些主要的方法啊 第一个是比较科学的一个方法啊 词根词坠法 它非常科学的把我们很多单词中的这个词根词坠给你总结出来 它有一个共通的意思 这样你在背新词的时候啊 一看到有这个词根或者词坠 这个词就变得比较好记 甚至说你可以猜出来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AB 这个前缀 它是拉丁语来的 它的意思相当于英语的这个away from 或者是off 比如说这个abstract这个词 前面的ab 就是这个away 离开的意思 stract呢 又是抽出来的意思 所以这个词啊 abstract合到一起 它就是take away remove 提取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例子啊 我们PPT上面的abate 我们看到前面的ab 还是这个前缀ab 是这个away 对不对 离 那ateate呢 是我们eat的过去式 对不对 吃 把你从这个吃中抽离 那么你就怎么样 减肥了 对吧 那这个词呢 它是减轻的意思 是减少的意思 下一个方法呢 谐音法 它有的时候很搞笑啊 但是搞笑呢 也容易让你的大脑去记住 比如说这个ambulance 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的意思啊 救护车 我之前看了有人说背这个词呢 是怎么记 俺不能死 对吧 那在救护车上了 那个人肯定想的是不能死啊 那一下子这个词你就记住了 第二个例子是这个conandrum 这还真是一个GRE的高频词啊 它也可以谐音记 叫可难琢磨 那你想 一个事情它可难琢磨 那个这事一定是怎么样 谜吧 谜一般的事情啊 那这个词呢 就是谜语 难题的意思 其实我自己背单词的时候 有些单词它确实也不好记 那我也会有时候编一些故事啊 和这个词联系起来 那我每次看到这个词的时候 脑海中浮现出这个故事 那这个词意呢 也就一起浮现出来了 这个我是叫它联想法 比如说mercenary这个词 它什么意思呢 唯利是图的 我呢 是联系merchandise 这个词它比较生活 是商品的意思 对吧 那我们买东西啊 商人卖这个商品是为了利益 唯利是图的 对吧 可以这么去记啊 商人唯利是图 所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唯利是图的 把这个词给它强行记住 有些时候我们聪明的同学 学着学着你也会产生自己的这种联想的方法 你不一定非得按照我的方法来 对吧 你可以编你自己的故事 最终的目的是把我们这个单词记住 这个是最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